早安您好 欢迎收看早安八点 早安嘉峰 嘉凯早安 嘉峰 嘉峰 大家早安 我们感受到最近的天气暖了很多 春天也到了 应该是快到了 进入春天 春天要到了 最近这几天热 但是还会再冷 但是有没有到寒流的标准 事实上还要再看 不代表说后面就没有什么强烈冷气团 或者寒流这一类的系统 还是会冷 但是提到现在已经接近春天的时候 百花齐放 好多人都去想樱花 美丽的花 大家知道到这种季节 应该就是樱花 杜鹃花 对 春天的花很多 对 春天的花很多很多 百花齐放 我们吃的东西有一些也要开花了 对 没错 其实在农天里头也是开满花 只是很多人不晓得说 原来它也会开花 对 而且在农田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蝴蝶 对对对对 我误过小芬人 你知道菜虫 绿色的菜虫变成蝴蝶是哪一种蝴蝶吗 我误过你了 黄色的 应该是黄白色的 对对对对 我们在田间很容易看到那种小小式的蝴蝶 黄白色的 黄白色的那个就是菜虫 菜虫 葱上面有这个花 它本身的应该就口感就变得比较差 对所以它开花其实是三月到四月 那农民会一开始就赶快把葱花拆掉 对然后花开之后的话 是下面的就会变得口感比较差了 下面的葱口感就差了 就不要让它的养分跑到开花那边去 对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说 它这样一整片如果都紫色都白色的话 真的蛮美的 对葱花可以用来观光价值 对对真的没有想到说葱会开这么漂亮 对还有 还有我们今天不讲大家平常看到的花 对没错 还有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洋葱啊 这个五十道啊 洋葱一般来讲 我们看到的应该都是它的叶子枯掉了 对然后就开始柴了 对啊就这样子 等到它叶子枯掉了就开始柴啊 洋葱会开花吗 洋葱会开花吗 对啊 可是真的有诶 我没有看过洋葱开花 他把洋葱然后拿下面是水 然后就丢在阳台就这样子 让它长长长长长长 诶没想到长出来 这个是韩剧里面的剧情吧 不是啊 这边才是韩剧 这个才是韩剧里面的剧情 它会长头发出来 对对对对 没错啊 你把它放在水里面 对不对 一半放在水里面 它就会长头发出来 所以真的没想到说洋葱也会开花 所以买回去吃不完的话 就可以把它当成盆栽 盆栽 可以吧 对对对对 对啊 没想到开得这么漂亮 然后之前是那个韩剧效应 就是这样有这种疗愈 我是说韩心看得很疗愈啊 你不要这么哈韩好不好 洋葱看起来这样很可爱 然后画个眼睛画个嘴巴 对对开花变盆栽 这个是洋葱没想到的 还有一个大家也是没有看过的花 叫做什么花 菜桃灰 菜桃灰 萝卜花 萝卜花 等一下来看看是什么萝卜花 我们先讲这个韭菜 我们先看到的是韭菜啦 对韭菜花我有吃过 韭菜花是它还没开花之前啦 我们吃这个含苞的这个 对对对韭菜花 对对对对 韭苞的这种的 还没有全部打开 对对对 还没还没 打开一般来讲应该没有再吃了啦 这个苍蝇头都会用这个 对 苍蝇头听说是用这个 对没错 好这个是韭菜一年四季都可以种 它可以收割八到九次 对 割完以后它会再长割了 对对对 所以人家在讲说割韭菜 割完以后它再长 割完以后它再长 对对对 韭菜花是互演的好食材 那一般来讲韭菜最好吃的 大概就是在春天的这个季节 对春天这个季节 听说他对男生很好 怎么样 又可以练功了 不能再讲 韭菜听得懂了就听得懂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啊 好像叫做启阳草 启阳草 是是是是 你又讲得更白了 启阳草我比较好听啊 你又讲得更白了 满流汗的 那另外呢很少见的花 对就刚刚讲的萝卜花 对萝卜花 萝卜花一般来讲的话 萝卜花 我们都是看到上面的叶子而已嘛 对不对 对 萝卜 顶多看到上面的叶子 萝卜长在土里面嘛 对不对 然后叶子长出来嘛 大部分都看到的 好像它的叶子顶多是烂掉 干掉了 对不吃啊 那个地方不吃嘛 就是头会歇掉 对萝卜摘起来 但是你真正要等到萝卜 萝卜开花的话 那个萝卜可能都太老了 没有人再吃了啦 那个叫做蓬心 打心去 打心去 所以一般来讲都是你放着 除非你说你要收集它的种子 那你就不采收 所以萝卜的种子就是开花 对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想象看 萝卜种子哪里来 种子哪里来 对不对 萝卜不是整根的都可以吃吗 对 种子哪里来 它要开花嘛 其实是要开花的 对对对 它要开花 这个是红萝卜的花 这个是 这个是白萝卜的花 白萝卜是粉红色的 红萝卜是白色的 没有写颠倒 没有写颠倒 是真的 其实它们的叶子 好像就不大一样了 上面的那个叶子 叶子长得就不大一样 这个比较细 然后白萝卜比较粗一点点 对对对 所以开出来的是不一样 只是没有想到说 白萝卜开出来花 蛮美的耶 对不对 对 所有的花看起来都蛮美 所以这个吃不完东西 都可以再利用一下 对对对没有错 还是说我们吃下面 然后上面切掉 然后就让它去种 然后让它就变成花 这样子 你是说什么萝卜吗 比较像萝卜啊 萝卜你把它切掉再种 不行了又根吗 它一定要有根 就不会再开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要请我们的农业专家来回答才对 我想说这样子可以 人家破汤醉不能乱讲 可失又可观赏 不错 对所以这个季节花蛮多的啦 对 尤其是我相信春节这段时间 大家如果出游的话 应该也会看到很多油菜花 对对对对 很多的农田里头嘛 对不对 波斯菊啦油菜花是前几年 有时候农地利用修庚的时候 撒一些种子让大家看一下 也可以当绿肥嘛 在过年的期间就是非常的美丽 很漂亮 相信大家很多在这个走春的时候 都有去看到很多花 那现在呢也是很多花盛开的时候 像是我们有提到樱花啦 樱花现在都开得非常非常的美 对怎么都一直讲樱花 杜鹃花 因为现在正好是樱花 满开的时候 然后接着就是杜鹃满开的时候 对对杜鹃是在后面 梅花是过了吗 过了梅花过了 梅花过了 接下来要走桃花运 桃花 今天的所谓也是跟花有关的 是 这第一句是台语 对 现在看到的事情可能是表面的 对不对 真正后面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们现在看到的花开虽然是很香 但是后面会有更惊人的事情 更惊人的事情 杜鹃再惊人 花开花好多花 但是每一朵花结了一颗植 而且有些花可能不只结一颗植 对不对 所以那个种子就很惊人 所以不要看前半部分 后面对不对 而且农民最主要就是 后面的那个成功 辛苦了一整年对不对 对没错 灰灰抹蹄蹄蹄蹄 结智着几个人 好 接下来台湾国语来了 台湾国语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有点悲情 没有错 对就是花开了之后 还会再开 对不对 明年可能又可以再看到花了 但是人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和光阴 人无在少年 人的岁月过去了以后 没有办法再回头了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运动 就是注重饮食 对对对 动灵 动灵起来 只能动灵 对对对 动灵对 健康很重要 好 然后要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 谢谢教育 家开 好 来我们来看一看的 还是目前户外的空气品质 现在大概是在绿色的良好 还有黄色的普通范围之内 绿色的范围还蛮广的 所以目前的空气品质算相当好的 来另外气温方面来看的话 今天清晨因为云量比较多一点 浮射冷却的效应也没有那么强 温度上面跟昨天比较就有稍微高一点 马祖金门澎湖稍微上升 澎湖这边稍微下降 台湾本岛这一带大部分温度是比昨天稍微上升了一点点 今天一样还是吹南风 地面土上面我们来看一看天气系统变化的状况 台湾是在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主要吹的风是属于偏南风 南边的暖空气上来加上阳光照射 温度上面都会比较偏高 那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北边的封面系统慢慢建立 不过这个封面系统虽然说礼拜四会下来 但是它的结构比较差 所带来的直接降雨应该不会太明显 那封面后面的大陆高气 它的范围也会慢慢下来 礼拜五开始东北风就要增强了 那既然这个冷空气只有来到东北风的标准 就代表说它的强度这一波事实上并不强的 但是最近这几天温度太高了 所以相对之下到了礼拜五温度下降还是蛮明显的 那至于降雨的状况 卫星云土看一看云层发展的情形 那在西南边外海这边 在过去这两天是有一些云层进来 但是这些云层大部分都是属于中高层的云系 对地面而言没有带来直接的降雨 只不过造成我们台湾附近这边的云量 有时候增多一点而已 那云量变多了 夜间浮射冷却的效应就比较弱 清晨的温度就比较没有那么的低 那这个云层已经慢慢开始在减弱了 原本就是属于比较保透光度比较好的 这种中高层的云系 再加上它减弱 所以今天的阳光会比较强一点 温度上面还是偏高的 等到礼拜五东北风增强 会带下来一些冷空气 但是刚刚提到冷空气也不是那么的强的 再从这个雷达上面我们来看一看 就连平常在东部外海 这边的云雨区有慢慢在减少 大部分在海面上面 只不过有时候会造成东部的沿海 会下一点雨 那西边刚刚看到很多的云进来 是让这些云对地面也没有带来降雨的状况的 那气象鼠所预估出来的降雨情况来看 这是今天白天 东部这边有一点零星的局部雨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颜色 都是相当浅的蓝色量很少的很零星的 那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台湾上空就几乎没有下雨的情形了 那明天礼拜三的白天呢 也是一样没有什么下雨的状况 礼拜三的晚到礼拜四的清晨 也是没有下雨的情形 那至于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 温度上面的变化 北部还有东部地区了 这几天下雨的状况 东部可能零星的有一点点 礼拜四封面来了 但是这一波的封面结构比较差 带来的降雨不多 可能就北部 东北部局部地区飘一点雨而已 大部分寝到多云 那礼拜五东北风下来了 但是因为水气比较少 这种地形性的降雨 应该也不会太明显 只不过到时候云量会变多 温度上面的话呢 这几天白天温度还是偏高 礼拜四因为云量多 又有封面可能下一点雨 飘一点雨 温度稍微下降一点点 礼拜五东北风来了就下降了 冷空气并不强 但是因为最近这几天温度高 所以相对之下 感觉上这个下降的幅度 还是比较大一些些的 不过到时候北部 东北部比较北边的朋友 可能要注意 转凉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冷冷的状况 最近这几天的温度的回升 应该是属于比较短暂的 现在毕竟还是在国立的二月份 一月跟二月是台湾的平均温度 最冷的两个月 那往后这几个月 应该就是吹南风的天数 就会逐渐增多了 那到二月份吹南风上 天数是比较少的 那至于说中部还有南部地区呢 未来这一个礼拜 大概都是属于晴道多云的 白天的阳光都比较强 那气氛方面来看的话 也都比较偏高 那礼拜五礼拜六 虽然温度会稍微的下降 但是温度也不低 白天感受到温度还蛮舒服的 只不过最近这几天温度高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有下降的情形 南部影响又比中部影响更小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今天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现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今天晴道多云 云亮少 阳光强 高温大概来到27 8度 台北市可能来到29度的 中部这边也是晴道多云 高温都来到了差不多30度上下 另外在南部这边也是晴道多云 高温也是差29度 30度 屏东来到32度 那另外在东半部来看的话 也是晴道多云 高温大概27 8度 基隆24度 澎湖近门还有莲浆 晴道多云 高温在23度上下